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开战以来 本地不少单位发起了筹款力挺巴勒斯坦人 不过加沙人道基金募款组织巴勒斯坦和平 由于涉嫌不寻常的募款操作 反弹会冻结了这个组织名下 一共41个银行户头超过1500万令吉 反弹会发文告指出 巴勒斯坦和平有限公司涉嫌滥用公众的捐款 经过调查之后当局冻结了这家公司 和另外几家公司的41个银行账户 总共1586万8762令吉 反弹会也搜查了巴勒斯坦和平的大楼 充公过去五年的财务与运营文件 反弹会已经是录取了一些重要证人的口供 初步调查已经是鉴定了一些滥用资金的问题 设计款项高达7000万令吉 用在不符合公司成立宗旨的目的 反弹会援引三项法令调查 分别是2009年反弹会法令 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以及新式法典574 不诚实挪用财务条文调查案件 日详继续 唷 其他理计判 为公司…… 爹